下面我们再看 营养这个需求 总需取现位置的因素 整理上我们想分析 营养总需的因素有哪些 有价格 有货币量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比方说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都影响着 对营养这个总需求 我们在取价分析里面 我们先把其中的一个影响 比方说价格影响 用取现的写生表达出来 然后影响总需求的 所有的其他因素 我们通过取现的移动 把它展现出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取现里面 来分析各种因素 对总需求的影响 那下一步我们看一下 影响总需求的价格以外的因素 这个因素会导致取出取现的 那归纳一下 我们看一下影响 总需求的因素 价格以外还有哪些因素 从总需求的构成出发 从总需求的构成出发 由消费决定 投资 政府购百 它有一个听出的金额 影响这些要求的任何因素 都会影响到总需求 那么归纳一下 价格以外主要的因素在哪些 下个以外主要因素在哪些 汇率 汇率 汇率是不是 汇率会影响到金额和金额 对吧 税收 税收影响到什么地方 影响到 税收影响到这个消费 那么如果是投资税收减免的话 会影响到投资 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 投资税收影响到 我们这样就这样的吗 你考虑一下 价格是相对象的倾斜 我们已经考虑了 税收 政府购买 转移支付 这都归结为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 好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汇率 财政政策 还有什么意思 货币供应量 是不是 货币供应量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已经体验了 这是总需求取现背后的一个因素 第三个 货币供应量 还有货币政策 应该是货币政策 和货币供应量有关的一切变量 例如提现率 公开市场操作 准备金比例 都影响到总需求 通过影响货币量 影响总需求 这是第三个因素 还有什么因素 我们刚才说的 跟货币 其实也和货币有关的 你像利息率 有没有影响 直接有影响 利息率有影响 还有什么因素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看 看这个消费的话 我们提到了利率 这是提到了利率 提到了税收 因为影响到可支配收入 转移支付 影响到可支配收入 对消费有影响 价格 影响到消费者的财富 要不财富的购买力 对消费有影响 还有什么因素 影响到消费呢 与其 对与其会有影响 还有呢 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收入水平呢 收入水平 对个人而言 收入水平 对整个经济而言 总收入 也就是总产出 你能消费多少 取得于当年生产出来多少 总产出对这个有影响 我们把所有的因素都归结起来 那我们会看到 在消费方面 会有利息率 消费者信心 消费者偏好 还有这个股票市场 因为它影响到消费者的财富 至少是财富的面值 还有这个税收政策 财政策方面 没有这个利权 因为还有转移支付等等 也都会有影响 投资方面 同样和利率有关 利率 那么利率和货币政策有关 另外还有 企业对未来 什么有信心 还有这个 涉及到投资方面的税收 那么还包括了技术进步 如果有更多的发明创新 我要把这些发明创新的 付出事实 会有更多的投资 这一次也都会影响到投资 影响到这个投资 这是投资方面的影响 那么政府购买 这就是一个政府政策 才能认证 直接影响到 总需求的一个部分 这么个人 进注的方面 取决于汇率 我们有同学说过的 汇率问题 取决于国外的价格 我们没有提国内价格 是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要说到的是 影响 总需求的价格以外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提出的在这个以外 本国价格以外 国外的价格 相对于本国 便宜和昂贵 会影响到的进出口 那么也包括了 国外居民的收入水平 如果国外居民 存在经济繁荣期 收入增长 那么对本国的需求 也会增加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为什么其他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 是一个欢迎来的 因为各国经济是固利的 到中国收入增加 我们会有更多的 购买更多的外国商品 那么相应的 对于本国的商品的购买 本国的出口 也取决于国外经济 十八经济 国外的收入是高还是低 这个影响得了 进出口 那么 这个是 具体到这个四个方面 影响到总需的四个方面的因素 但是中间有一个部分 在这个换争里面 我们没有忽略掉的 但是我们在刚刚 特别强调了的 就是收入部分 收入部分 加个以外的因素 收入部分 收入会对总需的会有影响 对影响 好 那如果这因素发生改变的话 这因素发生改变的话 会带来总需的变化 总需的变化 其中包含着货币量 包含着货币量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再回到这个结论上来 再回到这个结论上来 这个是货币的供给 这是货币的供给 这个是因为对产量的需求 而带来的货币需求 我们把这个看成是产量的供给 产量的供给 对产量的需求 因为对产量的需求 带来的对货币的需求 然后这边是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 那么在这一块 我们会有一个货币市场均衡 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一个商品市场均衡 会有两个地方的市场均衡 在影响到这个 总量需求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里面 我们曾经提到了非常多的因素 包括货币因素 包括货币因素 包括财政认测 包括财政认测 包括汇率问题 国外的经济景气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再利用这个 这个关系 认真地思考一下 认真地思考一下 从最终来看 影响总需求的因素 是不是在全部这一方面 还是只在货币方面 从终极原因来看 换句话来说 如果没有货币的 没有货币的增长 没有货币的增长 仅仅是通过 扩张性的财政认测 增加财政开支 通过企业的增加投资 不管这个利率高低 企业增加投资 有进入进度 不要增加投资 或者通过 对国外的出口人等 在没有货币量的 支撑条件下 这一需求 能不能够维持下去 能不能维持下去 李志龙 后面的一个结论 后面的一个结论 货币扩张 货币扩张 是需求增加的 终极原因 如果其他的因素 其他的因素 没有货币政策 配合的话 其他因素 是不会导致 需求的持续增长 有个道理 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货币收账论 是在这个根本层面 最基本的一个论 最基本的一个 然后我们在前面的关系里面 讨论了 在局部的 这些局部的方面 这需求是怎么决定的 再回到这个 中级理论里面 把说的因素 在中和在一起 中和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做到 货币量不改变的情况下 增加对 这个商品的需求 这些商品的需求 一定要是以 货币作为支撑的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应该做不到的 是不是这样的 最终 不管你这个政府购买 怎么增加 不管你的投资和消购 怎么增加 如果没有货币的增长 作为支撑的话 这些增长都会停止下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导致需求量变化的 中级原因 还是加货币 很有可能就出现 这样的一个 这样这种提醒 这样的提醒 在这个货币需求里面 在这个地方货币需求里面 我们会分 不同的那个构成 这里方是投资部分 投资对货币需求 这里方是政府购买 对这个 对货币需求 那么这一块是企业消费 而是个人 个人消费要 设有一些货币 然后呢 因为这个个人要购买商品 对商品有需求 从而对这个货币 有一定 对货币有一个需求 货币有需求 在货币供应 接近的条件下 我们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不断增加 政府购买 不断增加 政府购买 能不能够使得 整个这一块的 总需求持续增加了 做不到的 因为货币供应量限制出来 货币供应量限制出来 你要想增加购买制度的话 必然会挤占 四人货 会挤占四人的消费 总量是不变的 支付能力是既定的 货币量是既定的 你要购买这些商品 我要通过税收的形式 把现金设在政府手里 或者通过公债的形式 将企业和个人借战 把企业和个人的现金货币 拿到政府手里 再来购买这一场 所以这一块的增加 最终会以其他的需求部分减少的前提 这样我们就会有这个终结结论 在所有的需求增长因素里面 货币扩张是一个终结因素 看有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 下一次再接着讲 谢谢